對呀 說出來會好一點 對 千萬不要問三次 我的時候 被你感染了 因為是不是都要自己做 不像你還有老婆 對不對 沒事 你現在有個快樂大嫂的大家 對呀 快樂大嫂為大家支持 對 所以我故意最後問的 我自己都感動 你講話我自己都覺得我講不錯 好可愛 不要這樣 現在我就害羞了 我剛剛說早知道他們 小米酒有個三杯 在開始聊天 開始聊天 他說不行 三杯下去就換講不完的 不是講不出來是講不完的 從20年前開始講跟我媽一樣 他們也是很了解自己的 媽媽都說我很孝順 我總是要孝順一點 妳媽超愛妳的耶 妳媽超級每天 我覺得她有點孝順 對啊 爸爸就很冷靜 然後讚 讚 讚 爸爸都非常冷靜 好吃啊 好吃啊 好吃自由的靈魂 先先挑嗎 那爺哥講起來是射手 那你們可以簡單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們在認識快樂大嫂之前的一些工作狀態 那你們這樣聊天啊我今天學習很多 那我真的覺得這個是非常棒的一個快樂大嫂 那你們有能力把自己照顧好 就有能力愛此跟愛家 對不對 都可以真的磨出一個漂亮快樂又圓滿的人生 對嗎 對 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 可以嗎 謝謝敬文 謝謝大嫂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棒 因為我覺得 對啊 說出來會好一點 對 千萬不要問三次 被你感染了 沒事 不像你還有老婆 對不對 沒事 你現在有個快樂大嫂的大嫂 對啊 快樂大嫂的大嫂子 對 所以我故意最後問的 我自己都感動 他還沒講話 我自己都覺得我剛剛講不錯 經歷了一整天 non-stop的行程 現在要回家了 要不要再跟我們分享一下今天 公益大嫂的部分 不是啊 你怎麼會想要接這個愛心大嫂的公益大嫂呢 沒有啊 我其實本來就都非常願意支持 就是有所謂公益的活動 因為我已經 像我剛剛在做專訪 我就有說嘛 我說其實是很感謝過去的 努力 打拼 跟鍛鍊 讓我有知名度 那有知名度呢 它就會有所謂的 可能有一些號召力 或是影響力 那現在雖然沒有在線上拍戲 可是還是可以把這樣子的知名度 或是影響力 或是號召力 拿來幫助需要被看見的慈善團體 我覺得是很OK的 所以那時候這個愛心大嫂的邀約來的時候 我也是二話不說啊 就是馬上就說 好啊我願意啊 因為這是真的喔 純公益 沒有任何費用的 那我覺得沒有問題啊 因為我覺得 那他們的理念我也非常喜歡 是因為他們幫助 在都市比較弱勢的原住民媽媽們 幫他們訓練他們的能力 讓他們自己有能力賺錢 而不是說啊 長期提供 不管是物資 或是金錢上的資助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不長久的 他們是訓練他們 有打掃清潔的能力 然後再培育他們可能 不管是心情 或是情緒上的一些輔導 讓他們真正可以去把自己 就是有能力提高生活的這種 收入水準 然後也把小朋友照顧好 所以我覺得很OK啊 非常OK啊 跟我的人生很像啊 就是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後照顧好自己身邊愛的家人